今天呢咱们做一个皮蛋豆腐 不管是你愿意吃这样事的还是这样事的 咱们呢今天这个视频全都给它一起捅过它 所需要准备的食材呀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咱们准备松花蛋 然后呢咱们再准备内置豆腐和大豆腐 这个呢二学一就可以 之后呢准备点小葱 这个呢也可以换成西洋葱 但是我种饺子这个西洋葱的味儿不如小葱味儿大 多多少少得呢有点中看不中用的意思 首先呢咱们起锅烧水 把这个皮蛋呢给它下入锅中 开锅以后呢在锅中给它煮个十分钟左右 要是饺子得加蒸更方便的话呀 也可以换成蒸时间呢也都差不多 因为这个皮蛋呢从超市买回家 是生的咱们呢打开以后呢 发现这个皮蛋中间是糖心的 就是因为这个皮蛋是生皮蛋 咱们呢给它煮熟以后啊中间不糖心 切的时候呢才能切住 不黏糊糊弄歪歪一点 煮好以后呢咱们从锅中给它搭出 然后呢拿清水泡一下子 这事的呢比较好去皮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皮蛋呢全部给它切成丁 切好以后呢咱们给它装入喷中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呢咱们把之前准备好的小葱 给它顶刀切成葱花 这个不管你选择哪种做法呀 皮蛋都是改成丁 小葱呢也都得切成葱花 顶多呢就是把小葱给它换成香葱 做法呢也都是一样的 咱们呢先做第一种大豆腐的皮蛋豆腐 这种做法呢在东北比较常见 先把这个大豆腐给它打成 大部分手指盖大小的四方块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拿开水烫一下子 也可以呢像我这事得直接拌 这个呢根据个人喜好选择就行 大豆腐给它改好刀以后啊 咱们给它装入喷中 我这个没打水烫 因为我更喜欢吃这种生豆腐味啊 先往喷中搁生一点盐 找其鲜蛋口 之后呢往喷中搁生一点味精 这个呢不喜欢可以不放 随后呢往喷中搁生一点生抽 这个呢少放 要不呢发红或者发黑 最后呢搁点这个斜性的玩意 生豆油 愿意吃的呢就放 不愿意吃呢可以不放 然后呢咱们再往喷中几成一杆的香油 把之前准备好的小葱花呀 给它往盆栋隔生一点 一清二白 这个时候在盆栋拌匀装盘呢 就是小葱拌豆腐 拌的时候呢 大家会注意我这个手法啊 在这个盆栋啊 一定要轻柔 这是掏着拌 千万别抓咕捏咕的 要不呢整齐碎 这个时候呢皮蛋还没放 咱们啥时候放呢 这个时候也可以放 自己家吃随便啥时候放都行 但是在饭店呢 一般都是把这个豆腐呀 拌匀以后给它出到盘中二分之一 之后呢再把这个皮蛋呢 给它下入盘中 说这事是用啥呢 这事得显得皮蛋多哦 拌匀以后呢 给剩下的一半装入盘中 这事的呢 第一种皮蛋豆腐制作完成 虽然说都叫皮蛋豆腐 但是呢做法完全不一样 咱们呢接着做第二种 首先呢取出咱们这个盒装的内置豆腐 把这个豆腐取出之前呢 咱们在这个背面啊 先对角线这事的 给它削掉两个角 让它呢进点空气 这事呢取出这豆腐更加的完整 随后呢把这个封膜给它打开 给它扣入盘中 内置豆腐给它扣到盘中以后啊 咱们给它改下刀 这个玩意呢改刀的方法啊 花样繁多 横子改竖子改 斜子改 咋改的都有 咱们呢就选一种比较简单的改刀方式 首先呢像我这事的 打斜刀呢 给它改断薄薄一层 之后呢换个方向 从对面呢再给它下刀 改断一层 这事的呢 把这改掉的豆腐去掉啊 咱们上面就出现几道勾 然后呢咱们这事的给它切断 这个切到一半呢 朝一个方向倒 接着呢咱们把这个盘子给它转一下子 然后呢再改刀 再给它朝着一个方向倒 这事的呢 改好以后像不像一本翻开的书 大家伙看一下了 改好刀以后呢 咱们给它放到一边备用 然后呢拿个小盆兑点汁 首先呢往盆中割上两勺半的东谷一品线酱油 之后呢割上一勺的水塔陈醋 之后呢再往盆中啊 挤上一杆的香油 再往盆中给它割上一点盐 因为广式生抽的话咸淡口不够 再盆中呢给它搅拌均匀 然后呢给它浇在豆腐上面 把之前准备好的皮蛋地上给它割到上面 再撒上之前准备好的小葱花 然后呢咱们再准备点刚榨好的塑胶丝 然后呢也给它快一勺割到上面 有条件的话呢 再往上撒上一点白芝麻做点缀 这事的呢第二种皮蛋豆腐制作完成 咱们呢先快生一勺第一种做法的皮蛋豆腐 这个因为没打过水槽 而且呢还放过生豆油 所以呢咸咸适口豆腥味十足 比较具有地方特色 然后呢咱们再快生一勺第二种做法的皮蛋豆腐 这个豆腐呢口感更加的滑嫩哦 然后呢口味是咸咸微酸微辣 整成一口 这小味也是相当的哇塞啊 然后呢东西